请问黄冰先生今天不来吗 我的当事人因为身体原因还在休息中 所以今天由他的妻子来参与我们的协商 亲情 我是黄冰的代理律师 黄冰怎么让了 医生说情况已经稳定下来了 那就好 你说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事情呢 我看你也挺累的 回去休息一下 我找他聊一下 不用 我跟他们已经聊过了 就按合同规定内赔偿就行了 黄冰跟他的妻子都已经同意了 行吧 我明白了 不过 医生说黄冰是因为过度劳累 才诱发的心肌炎 怎么会这样啊 我们剧组有超时过吗 不可能啊 我们剧组的拍摄压力不是很大 不会发生这种事情啊 那这样 我回去找一下生活制片 今天大家就好好休息 还是身体比较重要 嗯 其实 我也让何冰去了解了一下 黄冰他们家的情况 嗯 他们家经济状况 其实不是很好 所以在合同规定内的赔偿之外 我还想单独代表节目组 给他一份不长金 不长金的事情 就由节目组来说 我们的经费 不是有那个不可预见费那一部分吗 对吧 行 我来安排一下 走吧 走 谢谢 黄冰那边到底出了什么事啊 为什么突然要告我们 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本来已经聊好了 今天早上就闹这么一出 那要不我再去找他们聊聊 哎呀 聊什么聊没用 打电话打电话不接 到医院不开门说要静养 根本就不想见我们 那他现在诉求是什么 诉求就是至少静养一年 要求我们配偿十二个月的工资 一共十二万 这根本就不是钱的问题 一旦打起了官司 无论是输还是您 我们都已经输了 只要打了官司 别说上线之后的口碑了 到底能不能上线都会变成未知数 现在更重要的是什么 我们的节目马上就要停拍了 为什么呀 今天早上和黄冰好论的几个工人 都请假 不想出工 说我们压榨黄冰不想回复 非让我们给一个结果怎么办 看来有人想把事情闹大呀 肯定是黄冰和她老婆 用这种方式来压榨我们 我以前怎么没发现 黄冰是这种人啊 你先别着急 一切按照程序走 只要合理合法 我们深正不怕影子歪 都是可以解决的 我先让和明去联系 对方的代理律师 协商一下 看看能不能私下解决 我也给咱们找个律师吧 行 律师的话 我可以帮忙找一下翟律 这样好吗 这毕竟不是你们度假村的事 节目的上线与否 与我们投资也直接相关 这就是我们度假村的事情 但是 又让她当嘉宾 又让她当律师 我心里有点过意不去 没问题的 翟律跟了我们这么久 节目的情况她也了解 短时间内 我们应该找不到 比她更合适的人选吧 那这样吧 她的费用我们节目组出 也算是公事公办了 也不能老用人情麻烦人家 好 那我去和她打个招呼 然后 我去联系一下度假村的工作人员 去接触一下黄冰身边的人 安抚一下大家的情绪 辛苦你了 这原本不是你该负责的事 你就别跟我客气了 节目的效果有关度假村的宣传 度假村的事就是我的事 您好 请问黄冰先生今天不来吗 我的当事人因为身体原因 还在休息中 所以今天由他的妻子 来参与我们的协商 亲情 我是黄冰的代理律师 没想到你会出现在这儿 既然人都到齐了 那我们开始 可以的 好 我们今天坐在这儿呢 主要是协商黄冰先生的赔偿问题 我方认为 黄冰先生的心肌炎 与工作存在某些关联 但并非绝对因果关系 并且黄冰先生的情况 并不属于工商保险条例当中 规定的工商鉴定标准 这点 您应该是清楚的吧 我知道 那既然如此 我们就无法答应 您方提出的 十二万元的赔偿金额 不过 借于黄冰先生的经济状况 节目组愿意尽快地给予赔偿 在我看来 对双方最好的方案就是 我们在合同约定的赔偿金额外 再额外支付两万元的修养费 因为黄冰先生的情况 不符合工商保险条例的坚定标准 所以我方不准备向节目组所要工商赔偿 我们提出的十二万元赔偿款 是当事人向节目组所取的人道主义关怀赔偿 所谓人道主义关怀赔偿 是指在法律上没有赔偿的责任和义务 出于关心和同情所给予的一定经济补偿 一般来说呢 这个人道主义赔偿是没有固定的数额的 需要根据情况是否严重来确定赔偿的金额 基于黄冰先生的经济情况 考虑到他未来收入所受到的影响 以及黄冰先生在住院期间需要付出的费用 我方一共要求十二万元的补偿款 人道主义关怀赔偿并不具有法律效力 我方可以直接拒绝 但节目组最终是要面向大众的 基于这个特殊的性质 我方还是希望女方可以认真考虑一下我方的题 你干嘛跟他们说得这么文奏奏的呀 反正光脚的不怕穿鞋的 您先冷静一下 我们还是合理地提出我们的诉求比较好 那接下来我们就可以协商一下赔偿的细则了 今天真是太感谢你了 石律师 你可真厉害 你看摆他们吓得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您先冷静一点听我说 就这种事情呢他不是谁的气势好 他就一定能赢的 我今天已经跟他们提出了 人道主义关怀赔偿 但我想他们很快也会有相应的对策 我作为您的律师 你有这样的诉求 我肯定会明确地跟他们提出来 但我还是想提醒您一句 十二万元的赔偿款 已经达到了人道主义赔偿的上限 实在是有点多了 这一点价格还算高 他们这一个综艺得投入多少钱啊 整个剧组这么多人 一天消费这么多钱 这要是务工的话 我等得起 他们等得起吗 没想到 你对节目组这么了解 这有什么的呀 我老公毕竟跟了这么多项目 我多多少少还是知道一些的吧 atmosphere Mandarin 你 那 news ر 那 目 !' Commission